各位大家好 又是一年的鹿家嘴咖啡节 这个咖啡节越办越大了 今年比去年要大好多 后边这么大的一片绿草地 全都是一些咖啡展商 我的镜头的背后还有一片区域 然后背后这个区域也全都是一些咖啡品牌的展位 等一下我带大家看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展开 让大家感受一下咖啡节的氛围 那你看和福小姐姐冲咖啡 它这个logo是长得有点像片条鱼吗 更像一个山 应该像一个山一个菜 不是吗 这个丝丝老师人漂亮 而且还非常的温柔 是不是 科罗纳特条 来这个思思老师的展台喝一个它的科罗纳特条 这个是我们跟科罗纳合作出的一款咖啡调酒 下面是放鲜花椒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野山椒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野山椒 鲜花椒 这样的这个是用浓缩咖啡做的还是用冷碎咖啡做的 我们用的是一支水洗椰加的冷碎 冷碎咖啡做还更干净一些 明天上班 对 明天上班 那就是科罗纳特条 什么 那个冷碎咖啡 我是他的粉丝 哈哈哈哈 现在三比二领先 现在到了最后一轮了 对花椒 对花椒 我要把logo露出来 对焦一直对着你的脸 哼 我点一下 OK对对上了 这是思思老师的一个这个特条 你自己先尝一口呗 我我我我还要自己尝啊 喝就一定要先搅匀了 然后再喝 反正就是好喝 有一股乌梅花椒 嗯 柠檬这样子的风味在里面 嗯 就是咖啡和酒啊 很多人都都说咖啡和酒能不能坐在一起 这不就是一个案例 那外面比较多的是用那种烈酒嘛 但是我们是用啤酒做的 嗯 用烈酒和用啤酒有什么区别 你觉得 烈酒我觉得比较适合 加那种重口味的咖啡在里面 嗯 然后因为我酒精度本身就高嘛 呃 然后啤酒本身就是很清爽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选择用冷脆 看下这个老师傅来喝咖啡 在学的跟我们三老师在学 这是惠家的510啊 这是双头的黑色的 漂亮 漂亮 漂亮漂亮 很厉害你做咖啡多久了 一年左右 一年就可以做这么好 跟我们上老师学 同时喜欢喝咖啡的话 中午要喝咖啡 他都主动帮忙去帮大家做咖啡 嗯 主要是喜欢 你爱好了以后 就还进步稍微大一点 是的 最主要是要热爱 对对对 所以说自己游位专员对不对 对对对 就会喜欢了就会花时间嘛 那你来第一个呗 第一个吗 咖啡棒冰 这边是奶油 哦 还有这些坚果 对啊 所以主要是水 还有坚果这类的会很香 增加它的香气 搅着奶油 叶脉碎 坚果这些一起吃 然后这个冰棍是用咖啡做的对不对 对 看起来不错啊 哇 马上因为没有添加物 所以它也没有那么冰硬 下面是奶油吗 对 下面的话是椰子奶油 对 下面是奶油 然后它外边的这层奶油 吃起来有点 就是有点这种椰蓉的味道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 棕色的这个咖啡味道的 把这个奶油跟这个棒冰 搅拌在一起的话 同时吃下去 真的是非常有这种层次感 棒冰吃起来啊 它是咖啡的味道 很清爽 边搅拌边吃 吃起来很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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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鸡吃的冰棉 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这个做法也比较不一样 因为一般外面的棒冰 也会加一些稳定器啊什么 吃的 这个就没有 继续 出完了呀 啊 出完了 没有啦 没了 就是说它吃起来不会特别硬嘛 是的 它非常酥 然后呢 它就是有一点清爽的这种咖啡的味道 对 搭上这个椰子 有点椰蓉的味道吧 对 椰子奶油 哦 哎 你好 阿姨 我们不放酒店 哈喽 做过点子 嗯 很早的吧 你刚发的时候 真的吗 我们公司在拍嘛 嗯 YouTube还有B站 对 B站 牛小咖 好的 谢谢 它很棒 还带着空姐 抽咖啡 尝一口吧 我真的不是 来一口 来来来 尝一下 我真的不是 这边有个品牌 我非常喜欢它的杯子 给你们大家看一下 你们这边这个杯子怎么来的 您说的是文创还是这个银色的杯子 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 我就喜欢这种的 我们点所有的咖啡都会配这个杯子 哦 还有给您配一个杯套 哦 就是点一杯就可以送这个杯子和杯套的 对的 配的你服服帖帖 刚才有一个美女说 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杯子 这就说明她这个杯子真的很漂亮 很好看 我专门想要买这个杯子的 这是一个咖啡杯啊 外带杯 设计的很漂亮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杯套 A Kimbo Lab 还有这个东西 一个咖啡小人举了个咖啡豆 I see the last name 谢谢 一二三一二三 烫也烫小心 哦 双十天 然后现在我让我们这个牛小咖的这个 毕岛要展示一下伸手做杯咖啡 做个冰拿铁 毕岛以后要 你要在这个我们牛小咖的频道要多露露面呀 我就希望在频道里面找一个这个对象 能不能找到 大家能不能满足我们这个毕岛的愿望 毕岛帅不帅的Q1 请你们喝杯咖啡 跟导演碰一下 干掉好不好 好 我就干掉了 看你的诚意了 好 您说吗 嗯 干了 干了 来到了这个泰摩的展位 就是干了 然后他们这边有一个很有意思 就是咖啡文化山文汉征集 就是缺距骚化 就是越骚越好 上面有很多就是 他们写的比较有创意的这个文字啊 就是呢 可以征集一点 写在这个T恤上面的这样的一句话 跟咖啡相关的 然后呢 他们就可以印出来 印成这种咖啡文化山 好 谢谢 这个是 这里面有百香果的 每天早上大家去跑 不要乱跑 不要乱跑 哈哈 来吃澳大利亚的豆浆拿铁 登登 欢迎来到Hardberg Coffee 好一个不快一点 就可以了 吃素蓉对吧 素蓉 但是它和一般的素蓉不太一样 它是属于那种 跟手冲咖啡其实差不多口味了 所以建议你尝一尝 而且我们这个咖啡 灌的话 它是有一个返航活动的 就是说后期的话回收 回收可以兑换小周边 哈喽 你在拍东西 尝试一下这个咖啡嘛 和这个old milk 直接喝奶就好了 它能冲呢 我这个搅拌一下 哦对不起 没事 我会把它剪掉的 谢谢 是这个冰激凌吧 好 我把这个搭机收一下 哇 这么大一个 我牢多个叉 可以给我一个叉 谢谢 就得用这个 你再给我一个吧 叶曼奶的冰激凌 对 差很大一些 吃过 蛮大 尝试一下了 叶曼奶冰激凌 哇 的确好吃 嗯 后面这个是OPS 然后这个咖啡馆 是上海非常小小的一家很精致的咖啡馆 然后呢 是这种体验式的 专门做创意咖啡饮品的一家小咖啡店 而且人气非常高 一直在排队 这么大一桶这个冷脆咖啡啊 这个是大白鲤 然后这边 哇 然后加上柠檬汁跟咖啡 是梨子味的一款咖啡 非常精致 这是我们自己泡的沙波酒 有机沙果酒 有机沙果酒 泡了三个月的酒 科学家咖啡 他们还特意搬了一个小smart过来 三辆车 后边并排的 蛮有意思啊 一个卖热狗的 一个卖冰激凌的 然后那边有卖些小食品杂货的 这个展台有意思啊 叫有货 咖啡机也蛮帅的啊 小哥要做一个冰的拿铁啊 这边还有杯侧 还有一个小的杯侧桌 这边可以杯侧不同的咖啡 网红咖啡店啊 阿拉比卡 它的这个logo是一个小的百分号 之前有邀请过我们去参加他们的拉花比赛的 在外单店 他们经常也在外边做这种活动 后边有一个咖啡比赛 这个地方 这边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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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歌唱的表演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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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这种咖啡品板 非常地梁 做我真的非常开心 哈喽 哇 哇 这边有个小朋友 然后他在看我的相机 你要不要来入个镜 去吧 去跟试试说话 要不要来入个镜 开心吗 在这边开 开心吗 今天有没有吃冰淇淋 有没有喝饮料 OK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 开心吗 可以 开心